大家防疫期间都在家里囤积了哪一些食物呢 这里就是我的零食区 还有泡面 想说介绍一下冰箱好了 看一下我的冷冻食品 我的冷藏库超满 哈喽各位e-t-t-t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ChunChun 大家防疫期间都在家里囤积了哪一些食物呢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家里囤积了哪一些小零食 这里就是我的零食区 还有泡面 看一下我的哪些 然后这个是皮卡丘的小雄饼干 是起司口味的 因为包装太可爱了 所以这两盒给我吃掉 但是舍不得给我那个包装 然后这个是登登登登 皮卡丘的 箭打出其蛋 舍不得吃什么的事 然后这是我自己买回来装的筋骨 这里有很多巧克力 综合肯定的 很好看 我本来很想看 小雄鱼蓝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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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卡丘不稍的冷糖 小雄鱼蓝团 大高的小雄鱼蓝团 這是泡麵餐 大概是我最愛的 汉堡糖 萬聖節先避 大概是我的泡麵 所以我不會在幾個方面 接下來 想說介紹一下冰箱好了 看一下我的冷凍食品 登登 我的冷藏庫超滿 有炸雞水餃 然後 這個是蔥抓餅 餡料 牛肉 雞肉 肥肌 這個是 我有一個朋友教我 要把切好的芒果冰到冷凍庫 它就會變成天然的芒果冰 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芒果冰 反白的 裝幹嘛 吃了一個還是一個 這邊還有什麼 冷藏花椰菜 超級無敵好吃 然後這個牛河湯圓 接下來看一下 冷藏 冷藏 有什麼冷藏超多的 難的介紹 好 以上就是我的居家防疫美食 今天已經是我待在家的 第七天吧 還是第八天 我忘了 反正就是除了買東西吃跟拿包裹以外 我都沒有出門 這段時間 對我最大的影響應該就是 沒有辦法出門工作 沒有辦法出門運動 也不能跟朋友出去吃飯 還不能出去逛街 各種都不能出門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防疫 要記得 持續前線人員的辛苦 他們真的很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給他們鼓勵 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記得做好自己的防疫守則 多洗手 少出門 不出門 沒事不要出門 總而言之就是 乖乖的在家 期待我們早日相見 掰掰